今天中国吧里面有一个帖 说标题 人品不好的人思想都是扭曲的 很可能指我前面那个视频说的厕所革命 和小偷的那个事 我认为厕所革命 我那种怀疑 我觉得有一点根据 为什么呢 这北京 习近平北京 这北京的街头巷尾的厕所是 可能不怎么样 但还过得去 跟这个老百姓的生活 平均的生活水准 应该还算是比较搭配的 那当然你要说把低端人口都赶出去 那可能这个厕所确实 那就不大好死了还是怎么 但那个 你看这个 学校里面 各种学校里面的厕所 还有火车站着 那个厕所 我觉得挺好的 挺好的 不错嘛 比这个街头巷尾的厕所好多了 然后北京是吧 这首都它有的 那个 比较 比较高档的 那个大楼里面的 那个厕所 那就 比学校的厕所 更高级一点 更高级一些 所以说 它这个就 什么 什么场合 它那个厕所 肯定的 它也都是匹配的 都是匹配的 哪有 那你没必要搞得那么豪华 当然偏僻的地方 有的厕所是不好 那北京 毕竟 毕竟是首都嘛 我觉得 那习近平 他怎么可能 还跑到其他地方去呢 他那个中南海里面厕所 那更是 至于说 小偷的问题 反正就是 我在北京这些年 他们另外一个 一个言论也说 也表扰的很强烈 经常在我周围 意思说 我个子矮 我不可能是公号的 私生女 是吧 经常表演 在我周围表演 说哪一个女的 她的父亲 她好像跟她父亲 差不多高 这样 但我妈个子矮 我妈 大概一米五五 这样子 我倾向于她 然后 我小的就又一直挑水 还又吃了 那个什么疯完 这样提早发育 这这这 就缩短了 生长个的 那个时间了嘛 所以 我小的就身体不好 所以我个子 不怎么样 我一百五十七 大概 晋升高 一百五十七 我个子不高 也 我觉得 也是正常的 你说 我是小偷了 然后你一直监控 我在 1985年 86年 你这么 那么监控 我 那肯定 我是公号的 私生女 如果不是的话 她凭什么 那么 那么 那么监控着我 那么盯着我 然后还 还不愿意自己去报案 或者叫相关的人去报案 还成天说 你应当坦白 自首之类的 他怕 把自己给暴露了 我是这么认为 然后 今天 听见 听见 大概 半晚的时候 听见门外 那个 一个男的在那 我作为特务 非常多 非常多 都是他们的 他在那里 说什么 吃的 好不好 的问题 那这个很可能 是以黑社会 拍到我弟家的 黑社会 他 弟媳妇的 他父母亲 他母亲的名义 你说的 意思说 我在这北京 吃的不好 我妈要听我的话的话 我妈要知道 她是这个结果 她肯定的 早就跟着 我在北京住 她现在还活着 你那个 有投毒 跟没投毒 那差的太远了 有 那个 自死 或者 顶自命的 那种 毒投进来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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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没投毒 就是说 有的东西 失误 失误中毒 失误中毒 那个 那个毒性 那就差多了 跟那种 谋杀的 那个投毒 那差多了 或者说 他们 中共外面 过去说 对我投毒 眼睛红 都会 不知道 会不会把 意思要把 我们眼睛搞瞎 反正就是 这个意思 然后我当时有拍了一个照片 我妈去世的 我妈去世的时候 刚刚去世 可能没什么注意 或者没什么发现 然后过了三天 要把她那个 拿去火化 送鸡火灯场的时候 确实 感觉到她那个尸体 她那个尸体 好像肿得很大 那个头 反正看上去 非常胖的感觉 非常肿的感觉 身体 整个身体 整个人 都很肿 我当时 买了 我那年 买了1500的手机 能够拍照 2005年买的 能够拍照的 1500的手机 当时有拍的照片 我觉得这个照 这个手机 买的也算是 从某种意义上 也是比较值得 但就是 就是我处在那个 我妈去世的时候 我就是能好像有点 脑袋瓜 不会撞 不会撞 然后其实那个要要求 怀疑建筑 都他们都附近班的人 你到哪里去 并且我那个时候 1986年的时候 我 我被他们 公号老婆 他背后的靠 极其靠山 那个 弄了一个军院的摩托车 转我 转了 浑身都是血 就这里转了 转了以后 他很可能还试图强奸我嘛 嗯就是 那借着我 我我我这个 我这边左边手不能提上去哦 然后 中进法院呢 那个法医就跟我说 跟我说 叫我晚餐的时候 晚餐什么时候到他法医师去 拿 拿拿那个正骨水 那个药 嗯 因为过去我们 我们住在那个 光泛人的那个 那个那个小屋 那像三角形的屋里面 然后离他的法医很近呀 所以跟他多少 有一点 有点认识吧 然后后来我们是 搬到三楼 后来建了一个楼嘛 搬到三楼去住 所以 那法医 法医那个地方 就我们那个 光泛人的地方 我们过去住的地方 很比较偏僻 比较暗的地方 还好那天 刘晓红陪着我一起去 要不是的话 那就很可能被强奸了 因为那个男的 非常壮 当然我也顶壮了 因为我小的时候 我都是挑水嘛 一直挑水 所以 你看我们法律班的女生 八合冠军 在学校八合冠军 那肯定是 跟我有关系嘛 我要是小的时候 没有那么一直挑水 我也不可能 从福建跑到北京来 这种意志力也是 锻炼出来的 那后来 当时因为刘晓红跟我一起去 所以刘晓红确实对我是很有利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 然后那天就没发生什么事 然后后来快毕业的时候 1997年的时候 快毕业的时候 他说要带我去公园拍照 拍照 然后 咱们是很傻的人 就跟人家去了 还好是观天化日下 因为拍照肯定是 那是夏天嘛 夏天去公园 那观天化日下 他对我动手动脚 那个法医 对我动手动脚 他很强壮 但我 因为我从小都是提水的 挑水的 所以我力气也算是比较大 还有就是 这又不是屋里 不是屋里 这是公共场所 所以他的行为 也算是有限的 但这个就暴露出 他那天叫我晚上去他法医师 去拿药 很可能他就是有阴谋的 所以我觉得我逃过一劫了 那当然 你要说 你自己没有钞票 你又想搞法医鉴定 得到公正的法医鉴定 那你应当去跟人家睡觉 跟人家发生性关系 也许在这种事情上面 当然我这种人也是不愿意牺牲 我妈也是 都是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人 但在这种有性关系之下 做出来的法医鉴定 还有多少的公信 所以说 很多事情我们都理不清 然后后来晚上就出去买东西 买东西完以后 然后回来的路上 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包 那不是包子 好像花卷还是什么 反正有四个包了一包饭在一个车 车好像是停在那里很久了还是怎么回事 反正车身浑身都是灰尘 我当时身上没有手机 就不能拍照也不能录 然后就回到屋里 回到屋里完以后发现 那个有一个买的在超市里面买的那个三块多的一个吃的 忘记拿了 然后就想要出去 出去把那东西拿回来看看还在不在 然后我顺便把手机就带在身上 然后我就想那个东西还在不在那个地方 他放在那个 要正常的人不可能把这个东西放在那么脏的地方 结果他还在那里 那四个吃的还在那里 然后我就拍拍照 然后出去把那个我买的三块多 那个吃的那东西还在那里 然后就拿回来 拿回来回来的时候 那个包子经过那个车的时候 那个包子还在 那不叫包子 反正那叫什么不知道 还在那里 然后我又录了一下 反正放在那里 我觉得很奇怪喔 那后来想一想可能是 是黑社会 以黑社会的名义搞的 说这个 说我能够吃还凉到现在 是他们是他们黑社会的原因 那怎么说呢 其实我是公号的私生女 然后他们一直要否定要说什么 说什么我个子矮之类的 是吧 那我个子矮的话 那我肯定是公号的 是不是 不然的话你 你那么一直监控着我 在1985年86年的时候 你那么一直监控着我 是吧 还说我是小偷 那你就是肯定是有什么 这一件事情背后肯定是不同寻常的 是吧 我那我肯定是公号 公号的我是公号的私生女 有一个女的她说 是不是自己孩子 男的自己都知道 哪能不知道呢 不是她的孩子 她能吃得那么饱 去这样搞是吧 那当然她要把我说成不是公号的私生女的话 那我妈被谋杀这个事情 就她们来说就好说了嘛 那要是如果说我真的是公号的私生女的话 那我妈这个死 我那说成是被谋杀 这个这个这个可能性就大家 那个可信度就更高了 然后我后来我我当时看到那个包子 包子很可能就是黑社会嘛 黑社会意思说我能吃饭量到现在是是她有贡献的很可能 那就说她要要要撇清公号 我亲生父亲的那个那个那个 这个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吧 没没必要 因为你你你越接近 你越越越离那个现实情况远的话 那很多谋杀的事情你就说不清楚 这个这个包子 那就是说这个吃饭量 他就是传递吧 叫叫一个人来来来顶包 这样来顶包 就公号的做的事情 叫人家来顶包 开始的时候 会不会叫这个李律师来顶包 不知道他反正他好像是愿搞美人计 或者说要把我从政法部门轰出去 还是要让我在清场上失败的这种事情搞 或者也有顶包的意思 后来又又搞了一个人来顶包 就是我的同学嘛 1997年 97年之前的事情 我认为 我认为这个就是他 他强制的把你那个 给给弄 把我弄出 调离检察院了 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妈因为他又有秘密 他又有秘密掌握在他手里面 所以 所以说这个就僵持的 这样子 你看那个 我那个如果是五十所生的话 因为那个八卦算的话 那是一只 一只臀 臀的话 那个 散流的话 散流里面说 赤马斑炉 气血连炉 就说 好像是这个马 好像是什么东西 被四面八方不同的方向 给拉着 所以说就无法前进 我好像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被 有的人要把我给拉出去 然后另外一种力量 又把我牵引住 这样子 所以就 就长期解决不了 长期解决吧 然后 那后来 1999年的时候 他们很可能 福建办 那个时候 改革开放以后 这么多年以后 黑社会已经发生作业了 所以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来 让黑社会来被顶包 最后让黑社会来被顶包 反正有黑社会被顶的弟媳 他的父亲就那个黑社会 我好像只见过一次 就是我妈 善里 善里的 善里咱们有见过一次 其他都没 09年跟14年回去 他们 我好像就一回去 他们就把 这弟媳妇他母亲就弄来了 啊 什么 说他来关心我的吃 我特别害怕了 有人投毒了我 他还来关心我吃 吃什么 我妈要知道 他是这个结果的话 我当初叫他 你来跟我 当然我们也觉得 北京生活比较不是 不是有钱 嗯 这我们在一般收入的人 的生活比较 嗯 不是很好嘛 所以我也没有强求他 但他如果能知道这个结果的话 他应该也是 一直跟着我 我搬到哪里 他也跟着住到哪里 那有 我们这样的生活 跟那种底层的 要去打工的人生活 比 还是好了一点 是吧 还是好了一点 当然 我们也有我们都不好 我们是被监控的 这样子 甚至还有经常被偷毒 这样子 嗯 在北京也 也多次被偷毒 也多次 我一直讲 一直说 当然 可能习近平也 也比较爱面子 这些年 是不是好了一点 嗯 然后天天又在这里说 不见吧 不见吧 我一直往习近平脸上抹黑 那他们可能很可能也要 照顾着他的面子 还是吗 我觉得 这个 这就 这就好像你看 这些 将领什么的一个个倒下去 他们要是之前就知道 嗯 他们今天这个结果的话 也也许他们一开始就 全部联合起来搞兵变了 所以讲 当然黑社会 黑社会也 也顶不容易的 这派到我家 帝家的黑社会 帝西的 他的父亲 也顶不容易的 但是 我认为 他要是被抓 你抓的话 那他就攻出来 把他背后的人攻出来 然后他背后那个人再把他 在背后的那个人再攻出来 这个层层攻出来 是吧 应该还是可以的 十四求是还是比较好 我还是追求这个 当然 也许 他们知道太多的话 也许 还没被 还没进看 还没进派出所 他们已经 被漏死掉了 这个派出所也是他们 也是他们 你进去 也许他也让你死在里面 嗯 这个这个 唉 他他就让黑社会来顶包 顶包 这这挺恐怖 这确实太太糟糕了 我觉得这不对 这不应该这样 我认为 共产党说他们是伪关政嘛 没有行贿 或者说没有人 去 没有人去顶包的话 他也还是行的嘛 他们意思就是说你 你要吃房娘 然后你又没上班 一只卡 一只掉在那里 都是要有背后 有什么势力 或者有什么行贿的关系 你这个就是抹黑了共产党的 就抹杀了共产党的光辉嘛 是吧 其实没有必要 然后住在北京 你住在北京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北京相对来说好一点 当然 你要行贿也一样啊 然后行贿还有被抓 也有被抓进去的风险 然后你住在这 怎么说 离这个中共的中心比较近一点 各个方面 法治的各个方面 它要好一点 好一点 然后 然后 我觉得 你要到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 它可以随便乱搞你 在北京 在北京住 安全多了 安全多了 它可以辅助会议 辅助会议 是他搞的 没有说的很直接 但是 一听那个话里面 他还把我带到老干局去嘛 好 然后那个那个 我妈的这个学生 那就是什么 黄 黄生 黄生在那里 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黄生 我过去经常听到我妈说什么 黄生黄生 其实黄生也是 但是 我妈敌对方的 公号老婆那边 能啊 中国人是吗 中国人很势力啊 你 你没有势力的人 他是 你是他老师 我妈是这个黄生老师 那老师又怎样 你要有钱 你要有实力 你要让这个学生能够晚上爬 升光花财 才行 你没这个实力 学生背叛你 那也是很正常的 是中国人嘛 中国人是 说 据说是很聪明的 也很灵活的 然后 一大堆的潜规则 就是 中国人爱行贿 爱 爱讲情面 爱讲人际关系 反正这都是中国人的特点嘛 是吧 然后中国人也是很懂的随机应变是吧 利益 利益是最大的 最大的原则 追求利益是最大的原则 嗯 所以 她那个时候 是那样 后来我就回去跟我妈说了这个场景嘛 她那个时候带我去那个老干局去跳 其实 我妈然后跟我妈描述 我妈说那个 跟她描述完 她说确实那个黄生确实是她的学生嘛 我妈老说她的学生黄生是 是线尾上面 团 团什么 那那那我说不来 反正就 最近不是老 这些年不是老说团派团派吗 反正就跟团有关的 嗯 嗯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掉到老干局 人家就是说 说一下 因为你要进任何一个单位 嗯 都要行贿 都要行贿 都要有关系 但在你没有去联系 没有行贿的情况下面 更何况她 我妈背后还很可能是说反对嘛 反对她 但但但但但总的说就是你要进任何单位 都要 她她要把我掉到老干局也是可以的 但但人家 任何一个单位都 都要换钱啊 任何一个位置都要换钱 就是这个意思 嗯 中国人太冤属了 中国人没有任何理想 嗯 嗯 就是这个意思 嗯 最近不是说间谍吗 老说间谍之类的 嗯 间谍 其实间谍就是炮灰嘛 嗯 前面那个自称是国安那种老说 还有各种场景 好像说你不应该跟外国人打交道 是否你跟外国人打交道就是一个间谍 那那那那这个那个这个定义也太太简单了嘛 嗯 其实但间谍就是炮灰 虽然说没有炮轰隆 但是也是到关键营啊 其实都是牺牲品 但愿意做这个事情的人 那都是 看上钱为了钱 为钱 钱的诱惑或者利益的诱惑 或者说政治上面的原因 或者说 嗯 被蓝金还了 然后 没办法了 只好 只好被要挟的去做 呃 我不会被要挟 我这个人什么都都要把他抖出来 呃 啊 然后抖完以后 那我亲凶了 你你你你绑不了我 是吧 你你你别想绑我 呃 所以那个日本人 日本人是什么 所以我也 我我说你 我认为他一能 给我看看照片嘛 他他他他这种人 老是不不弄出照片来 这外国人确实的 有可能都都是有那种间谍的嫌疑嘛 哈哈哈 然后 我要要我爱上一个男人 确实也不容易 所以呃 呃 估计跟他见面也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因为人家也许是出于间谍的原因 是吧 我是 我是出于已经单纯的男女关系 做人已经够累了 天天都是周围都是特务 到处监控 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啊 这太恐怖了 然后你还还去再干这个间谍的 间谍的事情 哈哈哈 这这 这这这太没意思 还有黑社会 黑社会也顶不容易谋生嘛 嗯 也也许那些当官的比黑社会还要黑 嗯 现实现实就是这么可怕吧 还有那个黑社会 黑社会他就是要钱嘛 拍到我地家 那他既然是作为我妈的姻亲的话 那我妈如果是被人家弄事的话 能够把对方的选手 那对方都是很有钱 非常有钱 多少亿 现在应该三千亿嘛 三千亿要往上万亿方向发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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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 当然我们中国法律跟外国法律不一样 外国法律即使不能定罪 对方也要赔钱啊 也是相相相相相当的也要赔钱 嗯 嗯 那我们国家如果 这这 他们不就是要钱嘛 是吧 嗯 那如果能够赔钱的话 是吧 嗯 嗯 我弟跟弟媳妇 那肯定的 嗯 也有 也有身份 获得赔偿嘛 那他们不是也获利的 那当然 可能他们又 又在背后 背后搞交易 呵呵 这中国就是很黑暗 人 人都黑暗 然后人的素质就是这个样子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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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